民進黨人才真的非常非常少 我們本來希望1.124選後 民進黨會有一個不同的面貌 一個新的戰鬥團隊 剩下一年多 能夠幫助國家機器動起來 讓民意對蔡英文是有支持的 但是就是這些人 今天早上還有網友在說 難道這一群都是敗選者聯盟 其實我不願意這樣子講 但是我關心的就是說 蘇貞昌跟蔡英文的關係 事實上是非常矛盾的 有好幾次 但你提到說 我沒有提到她同意 先給她下馬 是不是她接下來部會首長布局 蘇貞昌是一個有想法的人 她說能不能接受蔡英文的人 這也是一件事情 然後再加上陳水扁加油天火的說 她說當時蘇貞昌在當院長的時候 她一直提說我不要小贏 把策會換掉 說這樣的關係 現在主從異位 現在總統是蔡英文 接下來兩個人能不能磨合得很好 或者是萬一如果蔡英文民調 繼續跛腳的話 未來在行政院跟黨 包括在總統府的角力 會不會越來越白熱化 這難道是國家的福氣嗎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講說 民進黨人才真的找不出人來 這些都是一個派系 平衡的一個結果 特別又是把政國會的林佳榮 踢出去 這一局踢出去 這整個佈局的結果 蘇賣配的結果 這就是新潮流跟蘇信的 整合的一個結果 接下來在整個立法院 昨天今天我看到報紙 這個柯建民講了 未來是總統府 黨中央 立法院 還有整個行政院四位一體 我想說哪來的一體 昨天的話還說了第五體 總統候選人是第五體 那是否總統候選人跟總統 是不是同一體 現在還不知道 對 五體的話 那真的是國家之府 還是民進黨的派系鬥爭 就每天都有連續劇可以看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可以討論 但是我特別要提到 陳吉仲這件事情 當時林重新要離開的時候 不是還掉下眼淚 現在是多諷刺 現在馬上爭除之後 他走了之後馬上爭除 但是農業縣敗選的重大政策 菜價的崩碟 包括吳一寧當時的 堅持要讓他留在這個位置上 我不是指吳一寧一定不好 但是他有沒有擺在正確的位置上 然後又加上 如果真的這麼重視 非洲的豬瘟的話 8月份我們就已經開過 跨部會的會議 為什麼除於 養豬要不要除以轉型這些問題 如果8月份就開始做的話 難道今天我們要花這麼多的精神 農民又要北上 豬農又要北上來抗爭 這些事情不是都應該可以避免 我們的經濟是不是有可能 不會遭受這麼大的傷害 如果豬瘟真的進來的話 我們經濟真的是嚴重的受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 其實早就可以預防 但是這一段時間從開始選舉 準備選舉開始到今天為止 民進黨忙的是什麼 不是真正的檢討 不是政策的修正 而是所有都是在派系平衡方面 我們看到這些佈局 包括我聽說張景深 也還是留在位置上 顧立雄也留在還是位置上 這些都是誰的人 小英的人 所以柯建民在報紙上所說的 四位一體也好 五位一體也好 這個一體是誰 蔡英文 為了接下來選舉 還有大家都可以聽我的 蔡英文早就把這些人 不好不滿 就謝謝大家 glad 自來自來了 你說 說 你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